我們的守門員就是祖師圖、韋娜 後面有艾卡拉斯、摩連娜斯、皮尼斯、巴列圖 新亞國路斯是打前面的 卡馬曹、華納、保羅達斯華、利華路斯 以及托利斯等等 當中八名球員就是在世界杯八強的功臣 好像艾卡拉斯、華納等等都有波入 香港隊就是張春暉、李志豪、潘耀卓的隊長 白鶴、李康廉、盧君怡、梁振邦、葉佳、沈國輝、朱紹基、鄧景皇 這班球員都是香港的精英 分別來自南華、天水爺飛馬、潔志、大埔、公雲等等 在亞運打得很好的韋豪 陳韋豪因為他有一點傷害 暫時放在後備名單 執法球證來自馬來西亞的沙力 看看香港隊的球員能不能夠逼到巴拉斯、歐文 我覺得這場畢竟是一場國際友誼賽 對於香港隊來說都是一個練兵 所以我覺得贏輸不是很重要 當然你說贏固然之好 但是要面對著八名世界杯的國際級球員 如果巴拉斯、歐文是輸給香港呢 某個程度可能說巴拉斯、歐文也有一點溜溜的 所以我想就放開了一個贏輸 不要想想 但是看問題就是香港能不能夠在各條線 比如中場、後防、前面能不能夠做到功夫 特別現在後防線的壓力都大 因為韋豪今天長期在香港都任正選中堅 韋豪今天退了後備 那怎樣呢? 現在影響都是巴列圖 是正選球員來的 對,世界杯 好了,盧君儀剛剛在亞運隊回來 他都很趕 兩星期一打完球就立即起程 所以他回來,今天就比賽 好了,球證就是名敵了 香港都主隊,開球先說 好了,一開球白鶴 把球一分分來左邊 有些威脅,李康廉怎麼說 左邊出不出到 哎呀,這個球應該落腳好些 落腳還有機會綁一搏 手衛有機會關到國球 這個球,但是有一點石身 看看今天香港隊的陣容來講 李智豪在廣州亞運回來之後 還是打過中堅的位置 把鄧景王這個球員移到中路 拍著李智豪 其實看看兩個中場 梁振邦和白鶴都是比較防守性的 看來今天香港隊應該以穩守來突擊 來跟這隊巴拉圭拼一拼 來看看 甚麼都是初段 剛才第一次開球那一場傳 康廉如果控得好一點就不錯 好了,這球球是會如意 看到李智豪有些想法 人們以為他會頂前 但他仍然遷滅給了翔新輝 兩個來自藍化 所以默契就是有 因為當時新來郭老師站在旁邊 這個球都要偉高人膽大才頂到 好了,回到這邊 尼華路斯 不是世界盃有球進的,尼華路斯 新特蘭的球員 好了,慢慢扯出來中間 保羅達斯華 另一個新特蘭的球員 在後面握著中路 都是世界盃的主力 你看到他們用球箱輕鬆 因為香港隊的防守 大家都應該對他們有信心 所以一個捉一個都很密 令巴拉圭不是那麼密戀 把球送出來 好了,新特蘭的球員 這個球員送出來 守門員到了,沒錯 將將球員出來,一擒擒 相當輕描淡寫 看看巴拉圭暫時的行軍 都算可以,不是很流流 速度也不錯 今天來講 新特蘭的球員打一個單戰 高度方面就贏了 你們在現場看到 基本上他比較高一點 看看香港隊員有沒有防範 但巴拉圭兩邊出球 希望減低新特蘭的威脅 看看,慢慢探 左邊轉來,又中間 羅達斯華,再分離右邊 皮列斯 怎樣?去不到,又交到後面 這個球差點搶到 但又很晚,去到右邊 過不過得到? 對班尾葉昌,過不了 哎呀,但又被偷偷 下來,華納 但球在中間,哎呀,有點危險 幸好球的高度不夠 背這場一頭,撐出來 但球仍然落在右邊 怎樣?面對班尾葉昌 下不下一次? 刀出到,很漂亮 這個球 哎呀,前面大流 一漏漏漏漏去 很遠了,這個球去到 左路往前,撐回來 撐回來,撐回來 撐回來,應該要撐回來 撐回來,應該要 撐回來,皮列斯有一點點擊 他自己擊自己 不是別人擊他 所以這個球,他起步不夠快 葦文,剛才說的問題是對的 因為如果香港隊 一直縮起來,按他的頂 來放棄中場和他搶 很難打,你看 中間的招數很緊張 手不是不手 但要把中場試,一定要推出來 不要再聚在後面 好,看看張春花這個球不夠 一腳踢出來 過了前半場 葉佳,拿好,很厲害 轉了手,給一個直線來 沒有錯,一個直線打二打 但是,盧君二這個球入閃 我覺得他這個決心不夠 應該速度會更快一點才行 因為你給對手有壓力 雖然說波爾以為對手封了線 你逼過去,希望他有甚麼失漏 去撐死雞,都好過 現在君二那一刻起步 有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球我都不到 我就不拿了 好,先看看 這邊手門員,祖師圖偉娜 交來中間邊,去左邊 一貫的作風 南美球隊始終用過球 這個球落底線,怎樣 出來了,怎樣 搞定了 就是之前所說 如果香港隊不能夠防範 去巴拉圭兩邊的出球 就有危險 這個球正正就是給16號球員 利華路斯在左邊 在香港隊的右邊後防方面 就押了下去 出的球也很漂亮 去到前鋒 新達高導師 出名就是埋門 就好,這個球也設前柱一頭 還有張春暉,只看著球進去 很快,惠文 4分鐘左右就已經入一球 畢竟背負著80世界盃球員 我想巴拉圭來說 都希望盡快先取出入球 5分鐘,這麼快入第一球 希望香港隊先抹捉他 放開來打,不用那麼囂張 我覺得現在5分鐘 香港隊好像有點疾手 好像比較脅 我們現場聽 基本上球員和球員之間的溝通 好像不太實在 很多時候都很安靜 不是說一條心 大家好像很害怕對手的名氣 再來看看這球 先別以為… 先別以為… 反正你現在下球了一球 我覺得香港隊應該更加豁出去 放開吧…無所謂 純粹…我剛才也說了 不要被勝負困擾著大家 對著這支世界盃球隊 輸真的應該,老實說 這不是很大的恥肉 最重要是踢得好 所以下球不要緊 希望香港隊給我們一些攻勢 看看,做得漂亮的 好,看看康廉這個球 逼過來,也是角球而已 好,看看是逼到第一個角球 當然,康廉對他的對手很強 保羅達斯華 一過來已經吃著你的位置 保羅達斯華也不花巧 寧願輸個角球 短角球出來,西窗 潘耀昌給一個來 看看這個球 撞過來,軍儀散過對方 一起拍跳 當然不夠對方高 這個先天輸前了,厲害 細鳥拿著 但是慢慢已經被人偷了 就是新大高老師 很勤力 你別以為是世界級球星 找你打單箭頭 不用回防 一樣回來 這些真的很努力 你看新大高老師 認真灰舞 剛才頂著那個球 已經搞定 你看他的背部有多厚 還有高大英俊 其實入場很多都被捧他的中興 是 很多粉絲都要看新大高老師 尤其是沒有了阿烈基美之後 是吧 新大高老師 在球會中的運程 就很麻煩 所以他自己也很極力 希望爭取多點表現 接下來可能一月份 萬一要離開曼城 都還可以多點選擇 照技的實力 大家還是很有信心 年紀又不大 好,看到又是巴拉圭攻勢 這個在中路 第二球這麼穿上去 真的挺有南美球隊的味道 打得比較短 好,這邊的梁振幫我拿回 今天在港隊的陣容裡面 是,盧君儀是辛苦一點 打完阿雲回來又正選 當然對他來說 都是開心的事 潘耀卓 還給他 這個球其實三個組合都不錯 最後葉佳 直線很久的時候 可惜李康廉就… 來不及反應了 但葉佳的第一時間比 都是挺有味道的 這場球我相信 入場捧香港隊的球迷 當然很多在亞運 看到小趕腳很多都很爭氣 所以今天他很想進來支持一下 對於香港隊來說 今天大趕腳 其實這場球也有一定的價值 其中包括當然是 爭取排名方面有幫助 因為始終這場是正式的比賽 現在這麼早輸球 球球 接著亞洲盃預賽也要準備 近期我都說了香港的足球勢頭這麼好 當然,一直吃著照片 沒錯,而且剛才開賽拍到 香港隊的球迷真的很厲害 是 他們都風神薄薄 廣州又見到他 又是那一班 打球回來又見到他 這些就是打黑粉絲的支持程度 趁香港運動完好東西之外 那些勇等也有這麼厲害 對,有帶頭作用 不過說回來 其實這次廣州亞運真的近 是 其實我們有一點地主之利 有一個近 所以最後那場多些人看 都算沒有浪費 好,先看看巴勒歸攻勢 右邊壓下去的皮列斯 這個球壓贏了一半條場 再吸,再落底線 再按中間的遠處 緊緊,這邊的頭槌 批得不遠了 幸好能追回盧君儀 可以先解圍 退到橫邊 短的,敏敏地 梁振邦也猜到 最後送回盧君儀 大腳斬 不過還沒過半場 好像阿忠剛才這麼說 如果說新型 這些高空球就沒得搶了 對面的10號仔卡馬曹 他們按他這邊 再撥過來左路 越了位 對,一比下去的時候就越了位 但是球正在剛剛看到 沒關係,都是遲 都會給你 只是用了短短的幾分鐘 5分鐘左右 就已經被巴勒歸領下一個球 都可以說真的在香港隊 即驚雲未定 偉文看上去 我們看到場邊 即sir毫不惜力 帶完整個亞運回來 都喊到我們這裡也聽到 就是他現在罵球員很棒 有一個喊外面的人很棒 即是提多一點 尤其是初段 逼他吧,應該要 能逼得到嗎 但身形方面 始終是巴拉龜的好處 擔不擔心你 鍾兄,回頭 很多年前那場賀歲盃 香港贏到巴拉龜的一場 有否印象我們怎樣贏 就是靠外援 那場是打和的 外援是廣亂 是的 那場球是卓卓有踢 保羅達斯華也有踢 一波有踢 但是卓卓今天未有做前選 後備… 保羅達斯華依然陣中緊守 那場球是射碎馬 9比8的 那你再說那場賀歲波 賀歲波,不要說氣氛是一流的 當然了 大家都一流的 因為人有上一 而且大家進來 是很預備一個嘉年華的感覺 今天這場球是周中舉行 看看這個球先禁區艇 是一個短傳 最後是巴列圖 再按給隊友的時候斷籃 但他回後又拿回 這球挺瀟灑的 這個球回後 被摩連娜斯放在左邊 大家都是有一點點走著踢 但你不要管 如果大家鬥走著踢 當然是技術純熟一點 巴拉龜會有好處 因為感覺上 剛才說到賀歲波 今天這場周中的比賽 似乎大戰的味道 好像暫時還沒溫暖出來 也是有言 不過我想看一件事 就是香港隊這群球員 今天壓力一定有 但問題在對方壓力之下 他如何搶到球之後 如何用回球 如果搶完球之後 像這些球 我就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你明明前面都沒有人壓 又沒有人逼你 現在最問題是沒有人逼你 你不用這麼快 這麼急踢上去 如果能夠 譬如均宜這球 能夠拿回來 再做一下 我想看香港的這件事 先看這件事 因為最重要的是 你拿完球 你組織不到 你根本沒辦法 打上去 所以現在趁這一場球 看看在職Sir的領導之下 會不會做得好一點 還有這件事也挺重要的 為民族的一場賽事 你拿到球這麼辛苦 原來你自己失望 很氣餘 暫時看香港隊 都不是踢得多放 尤其是投了幾分鐘 但是左邊來說就好一點 因為潘宇鑿很多時經驗好一點 使用球就比較好一點 相反右邊很多時 沈國輝比較新 比較小踢香港隊 有一點擔心他的經驗 臨場會比較害怕 所以很多時就一腳清 那邊應該有軍儀要幫幫他 中間方面 始終香港隊今天還要防守 梁振邦、白鶴都是一些 比較防守的球員 變成要經一經他們 用球拆出來 可能有一點困難 但是我相信 比賽接下來的時間來說 我想香港隊的球員會比較放 始終初段來說他會比較緊張 踢落之後 如果有一兩個球做得好一點 大家都會有一點信心 還有他今天香港隊的戰頭 在前面擺葉佳為主 配起這個支柔機 都是技術型一點 不是衝刺型的 不是快的球員 好 看這個球 落到體力 一出 智豪的球 但是跑不到 好 最後一出的球 就是大力了 沒有辦法 這個球李智豪想飛下去了 但是剛剛好 被隊伍一推 但是這邊真的有驚無險 潘耀卓很有經驗 剛才出球是卡馬曹 他就少有 今天三個 不是世界杯陣中的球員之一 好 又失了 好 又失了 中文字幕——YK